这只狗狗为了主人能开心 忍着脱臼的后腿陪主人玩耍 也是我见过最懂事的狗狗 因为主人残疾不能陪他溜达 他就会跑到很远等着主人给他抛球 然后自己逗主人开心 大叔说这只狗狗很懂事 自己在三年前因为事故 失去了一条腿 而狗狗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狗狗不会跟别人玩 别人拿起球的时候他就无动于衷 只有大叔拿起球他才会后退去接球 狗狗每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陪伴大叔 对于大叔来说 狗狗是他最好的亲人 不离不弃的亲人 大叔说今天就可以攒够钱带狗狗去医院了 经过漫长的一天 大叔带着狗狗收汤回家 忙碌了一天终于可以休息了 但是大叔到家第一件事 就是先照顾狗狗 给他洗漱为明天的治疗做准备 大叔很爱狗狗 这个夜里都在担心狗狗的治疗 长夜慢慢无心睡眠的大叔一大早就带狗狗来到了医院 医生给狗狗做了全面检查 最后发现狗狗的骨盆关节脱离得很严重 医生说狗狗的后腿一直在往严重的趋势发展 如果不抓紧治疗 可能会落下残疾 原来狗狗为了逗大叔开心 一直忍着疼痛跟大叔玩耍 大叔也伸之残疾的痛苦 二话不说就叫医生给狗狗做手术 手术前大叔还安慰狗狗说 不要怕 手术过后就不会疼的 我也会在外面一直在等你 焦急的大叔在手术室门口等来 三个小时后 狗狗的手术很顺利 医生跟大叔说 狗狗一个月左右就可以挥火了 也希望大叔和狗狗能永远的幸福下去 可以为大叔和狗狗之间的感情点的赞吗